所以唐平民国战王到我们看的时候 这个词有多重要 这两个核心 第一爆料革命的精神 第二它是这个词 这个词写的是吧 我爱你呀 你爱我呀 我恨你呀 你恨我呀 我想你呀 你不想我呀 死了再放吗 再死一回吧 死了再来吧 你谁听你 你再爱你七哥 你也别来这个 所以这个词的意义 加上这个音乐的传播方式 它是个载体 最核心是爆料革命灭光 永远别忘了 这是为什么一切荣耀归但有 咱们特别是现在看到这个 在全球 你看到现在 英国都排了前六名去了 英国 英国 天哪 厉害 英国这种地方 你看看都玩前六名 还了得了 老挝又第二名了 对我昨天看 鸡哥那个盖特上有一个评论 一个战友留言 就是说 这种音乐灭光的形式特别好 这比上街强多了 对呀 真的 你要上街的话 那是拿生命和真正的血肉的身躯去抗争 太危险 结果 它效果比那个好太多了 你上街抗议 人就知道你来抗议什么 就这一个印象吗 那你把这个歌放给谁听 谁听一遍或听两遍 那这个比那个效果好 不知道多少了 我们绝对在改变人类上 是街头政治的模式 我们改成了音乐政治的模式 我们已经开启了人类上 第一个音乐政治的先河 而且这个音乐政治 音乐政治的运动 一定是从我们开始的 而且现在就是在镜头上 就这三人 是未来最能进出的面孔 这是这不用一点谦虚的 音乐政治运动 和过去人类上 所有的 过去叫宗教 叫宗教战争 地狱战争 能源战争 然后意识形态战争 然后到后来的就是 民主时代 就是街头政治运动 街头政治已经是民主化了 街头政治运动 现在就叫网络政治运动 网络政治运动 里边就分出了 音乐政治运动 我们是先驱 网络政治运动 我们是先驱 然后呢 这个用这个直播 就是社交媒体的政治运动 我们又是先驱 绝对是中国人的先河 没有任何人的 我们不但是利用了这些东西 创造了这些东西 我们自己又制造出了 像盖特尔TTV 然后我们叫做 金钱政治运动 我们又是先驱